代表产量的变化量 这个DataL是代表劳动力的雇佣的变化量 所以这两个除完正好是NPL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其他这些字母当然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理解 这个不是很重要 大家只是稍微理解刚才讲的这个内容 我们下面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 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引起劳动需求的移动 这就是属于其他的条件 现在我们主要核心的是关注 工资和劳动需求量的关系 这构成了劳动需求曲线本身 那么这个曲线的移动 就会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 产出的价格 这个很简单 因为产出价格怎么样影响劳动需求呢 就是因为在你的劳动需求等于边际产值 对吧 劳动的边际产值 而边际产值呢 其实就是产品的价格乘以NPL 所以当产品的价格P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NPL就会随之变化 因为它影响这个P 那么相应的就引起劳动需求的变动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从它的数学的逻辑上来解释 是这样的对吧 直观看也很容易解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苹果的价格提高了 那么相应的就会引起这个生产 企业生产更多的苹果 因为这个时候苹果的价值增加了 那么这样它就会雇佣更多的工人来摘苹果 对吧 所以就会带来这个劳动需求的增加 反过来想更容易 如果一个农产品的价格下降了 那么它雇佣的劳动率就会下降 那甚至有可能就 有些苹果就烂在树上 在我们中国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一些农产品根本就没有人去把它摘下来 原因就是这个 当它产品价格下降以后 它可能就 产量一下降 然后这个 劳动需求量一下降 摘苹果工人的数量一下降 所以这样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所以这个 不管是从直观上 还是从这个数学上来解释都很容易 技术变革 这个我们要稍微放在这一下 我们下面来做一个讨论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因素 至少在我的知识范围里 我觉得这个因素怎么样影响 劳动需求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书上有一些一般的说法 比如说技术变革会增加劳动需求 这个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 其他要素的供给 这个我们也是待会来讨论一下 放了两个需要 这个待会讨论是因为 它和其他的土地资本 这个要素有关系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这些要素的时候来做讨论 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 对吧 当一个企业增加机器的数量 比如说其他要素供给增加 可能会引起这个 对劳动需求的变化 这个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技术变革怎么样影响劳动需求 这个书上也有专门的讨论 书上也有专门的讨论 在历史上曾经也多次出现过 技术变革引起这种 解雇工人 导致所谓的工人的暴动 这样的一些事件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是非常显著的 对吧 机器吃人的情况 对吧 那技术进步究竟怎么样影响劳动需求呢 我们说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简单来说就一个具体行业一样 对我们说这句话比较安全 就是说 它有可能增加 也可能减少劳动的需求 这地方有非常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 你需要考虑到 我们首先来看 就是说我们如果给定这个行业的价格不变 比如说这个农产品行业 农业这个行业 我们假定农产品的价格不变 那么如果出现了技术进步 对劳动需求是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一种可能是说 对于最开始的那几个劳动者来讲 他们的边际产值可能是增加了 我们这地方考虑 劳动需求是要考虑它的边际产值 对吧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画出这个边际产值曲线 我们基本上差不多能够画出它的 劳动需求曲线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说 如果出现了技术变革 劳动的边际产值会怎么变呢 最开始那几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值 我相信有可能是上升的 比如说在农业当中技术进步了 对吧 这个比如说耕作的技术进步了 这个不管是工具的改进也好 或者说一些 简单来说只是一些方法上的改进也好 对吧 那么对于那个最开始那几个劳动力来讲 他们的边际产值肯定是增加了 对吧 这个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 就是 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对于比较后面那些劳动者来讲 他们的边际产值可能是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很简单 就这么大一块地 我就有一亩地 现在我这个技术改进了 原来我需要两个工人才能把这亩地 比如说更下来 现在我技术改进以后 我第一个工人 他的边际产值比如说就提高了一倍 这样呢 第二个工人就没用了 因为就那么大一块地 对吧 我再把第二个工人放上去呢 他什么都干不了 他可能能比如说能够帮助 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有可能 我这技术改进以后 还可能需要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但是呢 总的来说 他的边际产值可能下降 所以这样呢 言外之意就是说 那如果技术进步了 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个边际产值曲线 变得原来更陡峭 头边那几个工人 边际产值上升了 后边几个工人呢 边际产值下降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对吧 那么总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不是很好说了 对吧 就是说因为那条线 它不是平易 它是在转 转完以后 究竟这个雇佣量 是上升还是下降了呢 因为这时候 你就已经不能单一的 说是劳动需求增加还是减少 因为它是有一个 开始那几个工人 劳动需求是上升的 对吧 后面几个工人 劳动需求是下降的 就这个 有这么一个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这个是你 大家自己回去需要考虑 那么就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还编了一道考试题 对吧 去年的第一次的其中考试题 如果你有兴趣回去看一下 这个我们把它放到作业里边了 因为我知道 留在这个藏起来 大家肯定也会自己发现 对吧 我干脆拿出来给大家做 自己练习练习也好的 这个是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因素 也是需要考虑的 就是价格其实是会发生变化的 就是当你一个行业技术进步以后 这个行业的价格会发生变动 当然这个我可以说 我如果控制其他条件不变 我当然可以不管这个事情 对吧 这是我固定价格不变 刚才说了 我只是单一考虑技术变动带来的影响 那我可以忽略这一点 但实际在现实当中 你是没有办法忽略这一点 对吧 这个农业仍然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农业发生了技术进步以后 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而农业的需求弹性很小 对吧 就回到我们上一期讲的内容 所以这个技术进步 它会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让这个东西下降 对吧 让这个P下降 而这个P下降 是会起到一个减少劳动需求的作用 所以这个从一个间接效应来讲 它是会有一个影响的 所以这样通常来讲 如果你带来了价格的下降 幅度足够大 抵消了这个NPL的上升 我们假定NPL还是上升 因为我们刚才分析完了以后 这个是有可能上升 有可能下降的 对于某一些数量下上升 另外一些数量下下降 所以这个P上NPL最后有可能是上升 也有可能是下降 所以具体一个行业而言 技术变革很难预测它的影响 可能增加或者减少 这个行业的劳动需求 我们那道作业题 你可以看一下 也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有些情况下增加 一些情况下会减少 如果这个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大 可能是增加 像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 它这个价格的下降会比较厉害 这样呢 它可能会是 劳动需求减少 如果有相反的情况呢 劳动需求可能是会增加 所以这个得不出一般的结论 那么整体而言 这个就更加复杂 这个整体而言书上有一句话 就是通常来讲 是增加了劳动 而不是 节约了劳动 这个也很难理解 这个其实也不太好理解 那我可以这样来讲 就是说你从总体上来看 你可以这么来想这个问题 技术进步相当于是 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这个就要回到我们讲的 非常非常靠前的一个东西 对吧 第二章的内容 就是说什么叫技术进步 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那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 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种产品的数量 都可以增加 对吧 然后呢 每个人的福利都可以提高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 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的好处 比较平均的分配给大家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个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 每个人的福利都上升 然后呢 我们又进一步想象成 每个人的福利 都来自于他的劳动收入 这里边有很多假设 当然你可能来自于资本的收入 可以来自于土地的收入 但是我们不方假设 这个比例不变 就是说每个人来自于 不同要素的收入的比例不变 而我又可以肯定的说 技术进步会使得 每个人的福利 平均来讲都上升 那么我的结论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的劳动收入都会增加 而每个人的劳动收入都会增加呢 用劳动工具的曲线 要把这个这一点反映下来呢 就是劳动需求要上升 因为劳动工具没有变 所以这样反过来推呢 也许能够推出来说 劳动的需求总的来讲 还是上升 否则你就得不出 每个人的收入增加这样一个结论 然后你就违背了所谓技术进步 带来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的结论 所以基本上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少的想法 基本上你能够想清楚 它可能还确实是增加劳动 这恰好证明技术进步 使得人们的生活都得到感激 这样一个历史的基本的事实 所以这样反过来想 那么再仔细你再去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这里边这个 再回到微观 说究竟技术进步为什么 为什么技术进步使得农业的这个 这个就业下降 劳动需求下降 它怎么样就会使得总体的劳动需求增加呢 这里边确实有个悖论 我们说当技术进步 你看农业这个产业没有 劳动力都走了 那很简单 那就我们人类会创造其他的产业 来消化这些多出来的劳动力 当农业劳动力过剩了 我们就有了制造业 制造业很发达 这样就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技术进步 毕竟能够使得整个经济总体是受益的 那我是通过这种劳动力的转移 转移到其他产业 它可以让这个受益能够比较扩散开来 能够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受益 当制造业技术进步又使得劳动力过剩了以后 我们就会有了服务业 而至少到目前为止 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至少百互目前机器人没法替代 而且中国目前保姆的工资还很低 还有上升的很大空间 银行业的很多服务 律师 电演员 机器人演电影 我相信大家估计也不怎么看 当然偶尔有一两部可能还看 都有机器人演电影 可能就没人看 赵本山的小品 这都无法替代 他可以合作很高的收入 理发 在美国理发也很贵 所以总是人们能够想办法创造出一些办法来吸纳这些劳动力 而且随着经济的进步 这些创造出来的吸纳劳动力的行业 他们的收入都不低 因为你可以想象 因为所有人的工资要基本上区域一致 因为市场是竞争的 某一个行业工资高 大家都高那个行业去 所以最终这个好处实际上是确实在市场条件下也是可以分散的 所以不断创造新的能够吸纳劳动力的产业 然后不断就会有这些 让所有的人 让多一个劳动力都得到这个技术进步的好处 那这上来讲 我想就是这样来 你可以来分析 但这都不是非常严格 我个人也觉得 但是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从理论上确实很难简单证明 技术进步是增加还是减少劳动的需求 这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思路 然后各种各样的想法来 来在这个 来放在一起来 才能大概有一个比较 比较可能比较可靠的这样一个结论出现 所以如果大家对理论研究有兴趣 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你的论文来 试图来分析一下 就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对吧 非常重要 但是实际上也很难做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劳动供给曲线 这个我们下面的一个转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劳动的供给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方面 我们要做很多的 我们简单的分析 我们不做一个非常深入的讨论 因为劳动的供给曲线 是我们说劳动的供给者 是一个家庭 是个人 那么家庭和个人的行为呢 我们说实际上是要借助经济学的 所谓的消费者理论 这个我们在上学期讲产品市场的需求的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忽略掉 对吧 没有讲消费者理论 那么书上在这个最后一篇 这个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篇 这个专门有一章是消费者理论 那个比较复杂 我觉得 我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你不看也罢 因为我们下一学期 你们要学微观经济学 马上一开始就是消费者理论 微观经济学很很大的一块 跟经济原理不重复的 就是消费者理论 可能有一些内容个别有交叉 但是消费者理论这块 是经济原理完全不讲 因为它太复杂了 很难用非常简单的东西来讲清楚 所以劳动供给曲线也是这样 我们说也是要和消费者理论相关系 相关联 然后由于它的复杂性 我们只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交代 简单来说 劳动供给曲线就是 我们回到经济学基本原理 就是说有权衡取捨的问题 当工人决定他们提供到劳动的时候 他们要在两样东西之间进行权衡取捨 进行得失交换 就是劳动和闲暇的得失交换 说的更准确一点 实际上是收入和闲暇的得失交换 因为劳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还是一个副产品 叫Bags 好的叫Good Good是产品 Bags就是说坏的产品 大家并不喜欢劳动 不像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 大家就特别喜欢劳动 暂时大家还不喜欢劳动 但是大家为什么要劳动呢 就是他有收入 因为你挣钱才能够养家户口 所以收入和闲暇 你劳动时间越多收入越高 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产品 但是你会牺牲一些休息的时间 你可能需要睡觉 需要保持体力 需要和家人在一起 需要出去旅游 所以这个是你的一个trade off 越多收入越高 但是闲暇就越少 所以在这样一个权衡取捨当中 人对激励做出反应 在这个地方激励是什么呢 就是工资 当工资变化以后 人就会对工资的变化做出反应 所以工资的上升意味着 增加劳动时间的边际收益增加了 就要用到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就是说你考虑增加一单位的劳动 的收益和成本 那么现在由于工资的上升 增加一单位劳动的收益增加了 你多劳动一个小时 你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成本呢没有变化 因为你多劳动一个小时 你还是损失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的休息 不管你干什么 它总之就是那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所以它不受到这个工资变化的影响 所以呢当工资上升的时候 你增加一单位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了 但是边际成本没有变 所以你就意味着 你要增加你的劳动时间 增加你的劳动时间 所以这样就意味着有一个向上 请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工资上升使得他们 能够增加劳动的供给量 所以这样很简单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消费者理论来分析 但是我们这地方可以用我们前面学过 更简单的几个原理来分析 所以有一个向上请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就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简单的道理 好这是第一 下面出现一个 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更有趣的结论是说 实际上可以证明劳动供给曲线 可以是向下请斜的 甚至有人证明劳动供给曲线是弯曲的 所以这里边经济学里边又发明了很多有意思的想法 现在我们一般说的劳动供给曲线是这样的 但是呢实际上很多人证明劳动供给曲线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的工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你的劳动供给会下降 直观上讲也是对的 我相信比尔盖茨劳动的时间肯定比我的劳动时间要少 这个富人的劳动时间比穷人少 这完全有可能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刚才的分析当中 听起来逻辑都是对的 但是如果听起来逻辑都是对的 就应该是这个 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呢 刚才的逻辑当中哪句话需要修改 就会出现这个 这工资啊 这是劳动 这很有意思的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想一下 对 休息时间的价格 我们刚才说了 这地方有个问题是说 当你的工资上升以后 你减少 你增加一单位的劳动 损失的那单位的闲暇的价值是不变的 对吧 我们做了一个假设说 你多一个单位劳动 你总是得到一个单位的工资 但是你总是损失一个单位的闲暇 那一个单位的闲暇 不管那个工资是多少 对你来说都是有同样的成本 我们说这个不一定是对的 当你的收入足够高的时候 你损失的那一单位的闲暇 和你当你的工资非常低的时候 你损失一单位的闲暇 他们的价值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穷人 他工资很低 他那个闲暇能干什么呢 他不能出去去留 他没钱 他跟家人在一起也不一定那么愉快 他家里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彩电 也没有冰箱 房子很小 甚至没有房子 是流浪者 对吧 所以对这样一个收入很低的人 他的闲暇 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 闲暇和收入 不是替代品 而是互补品 你没钱 你其实就休息不好 你甚至连一张好床都买不起 你说你在家里待着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出去干活 所以当一个人收入很低的时候 闲暇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他衣不闭 食不果腹 没房子 什么都没有 你说他待在那里 你说你休息休息 他说我不休息 没什么好休息的 那比尔盖茨就不一样 他家里有游泳池 没事可以去游泳 家里电视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 放在那 这个世界各地去旅游 去演讲 当然演讲也要挣钱 哪怕不挣钱 他出去兜兜风 风光风光 也挺好 所以没钱就没闲暇 有钱才有闲暇 这也是 虽然不是一个 很让人能够接受的事实 但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 所以简单来说 当一个人收入体装 他闲暇的价值就上升了 所以当你再增加他的收入的时候 他就可能选 不仅不增加劳动 他反而减少劳动 因为这个时候他觉得 闲暇对他来讲 更加的有价值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就很悲哀 因为有钱的人 连闲暇都比别人要好 所以不是一个 所以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 人的行为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会带来各种非常奇怪的结论 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分析当中 我们还是 抛开这一点 特别对中国来讲 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是 在工资提高的时候 愿意多挣钱 因为都还是比较穷的人 所以是这样 好 我们最终还是要 还是回到这个 向上倾斜的 劳动的供给曲线 工资上升 你的劳动供给还是要增加 当然我们说有些情况下 有可能会下降 什么引起劳动供给的移动 这个也有很多的因素了 要考虑了 刚才是讲 劳动供给曲线什么形状 现在是考虑它的移动 偏好的变动 这个实际上经济学很难研究 为什么人的偏好会发生变动 基本上是个心理学问题 或者说有时候是一些文化的一些问题 在这比如说一个例子是说 家庭的一些文化的变化 或者说家庭的角色的一些 社会规范发生变化 就是说妇女 原来是说 大家认为妇女应该在家里带孩子 现在这种观念就越来越变化了 现在是鼓励大家都出去工作 妇女都就业 这个会带来劳动供给的变动 这个确实很难用经济学来解释 什么原因 可供选择的机会的改变 这个事情包含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用可供选择的机会改变 如果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这个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下降了 这个农民工可以进城 原来是不允许的 原来很重要的一条 原来买粮是要粮票 而农民工是没有粮票的 所以农民工要进城 首先面临一个问题 没有粮食吃 现在这个问题取消了 所以你有时候会想 中国改革开放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原来连粮食你农民工都进城买不起 现在当然说你农民工进城 还是看病有问题 这个孩子上学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你想想二十多年 三十年以前连吃饭都不行 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现在没有这个吃饭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出国 大家毕业以后的选择增加 一项可以出国 改革开放以前根本就不行 所以这也是可供选择机会改变 这个会引起劳动供给变化 不同企业的机会的变动 外企的增加等等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一点 移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劳动供给方面的影响因素 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里面实际上包括了两类移民 一个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比较关心的是跨国移民 就是美国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我们这么来说 所以他很多的 他的移民的规模是非常大 他的政策相对于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讲 还是比较宽松的 当然可能没有加拿大那么宽松 加拿大把犯人能够放好 十几年都不放回来 但是也还是比较宽松 他的移民政策 所以很多的争论 比如说亚洲的移民去了以后是怎么样的 欧洲的移民去了怎么样的 这个有的经济学研究说 欧洲的移民都是好的 这就是引起巨大争议 说欧洲移民都是教育水平很高 财富很多 到了美国以后就给美国人增加福利 这个亚洲的移民一去 又是穷又没有技能 然后又使得美国人福利下降等等 各种各样争议 这是有非常多的 包括移民政策上面 美国的这些福利政策 说有的人反对移民 就说这些移民去了以后 增加了美国的这些公共的福利的支出 但是他们的贡献很小 带来很大的一些争议 所以这个在电影里边有体现 对吧 我记得前两年有一年的奥斯卡奖 基本上好几部电影都跟移民有关系 也叫撞车 基本上讲这个国家移民到那以后 这种隔阂 还有一个那个叫八别塔 或者就翻译叫通天塔 对吧 里边有一个墨西哥的老太太 是一个非法移民 对吧 她带着美国雇主的两个小孩走丢了 那两个小孩找不着了 然后在找到这两个小孩的过程当中 她非法移民的身份也被暴露 这个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都是在讲这个移民 那几年特别热 也是因为那时候布什在台上的时候 当时为了限制墨西哥的移民 有很多的政策的讨论 这个应该是放宽 还是应该收紧等等 很多的讨论 这是在美国的情况 中国主要就涉及到城乡移民 是一个国内移民的问题 比较大量的农民工进程 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也有很多经济学研究 是不是对农民工有歧视 对吧 会使农民工的工资就是低于这个 同样的城市的工人 这个我们后面还有讲歧视经济学 所以这样一些问题都是 移民带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简单的分析我们后面会有 其实用劳动供求曲线的变动 也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所以它的均衡呢 就是由这个需求给共同来决定 它的调节的方式 就是通过工资的调整 来达到供求的平衡 当然这个工资永远会等于编辑产值 这点毫无疑问 在均衡的时候 它就等于均衡的时候的 就业量的编辑产值 所以这个是刚才的分析已经得到了 所以画出图来 就是有一条向上倾斜的劳动供给 向下倾斜的劳动需求曲线 公司的调整达到就业量的均衡 这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下面来做一些比较静态分析 就是我们把刚才引入的那些影响劳动需求 供给变动的因素放进来 看它怎么样带来均衡的变化 劳动供给的移动 我们可以想象成是 在一个北京式的劳动市场上 如果农民工进程 有什么影响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具体一点 所以假定北京这个市场原来没有农民工 这个政府突然放宽了农民工的政策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可以导致农民工进程行为的改变 比如说设计费最简单的 原来中国有一个流浪乞讨人员的一个管理办法 从打死人以后 那个管理办法就放松了 就改成一个收容办法 那个收容办法是 你可以自愿 原来是说 只要你发现你是没有带身份证 或者怎么样 就把你抓起来 强迫把你关到那个收容所里边 后来这个政策改变是说你自愿 你觉得你流浪也讨不了多少钱 你的自愿可以到政府那个收容所 给你管吃管住 当然可能有些限制 不能说你住那儿就都不走了 可能要管你一下 但是很宽松了 就是他不会强制把你这个关起来 像这样一些政策 肯定都会影响这个农民工进程 他们可能会觉得政策改变以后 有利他们进程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因素 包括什么各种证件的收费等等 所以假设有这样一些好的政策 就是对农民工有利的政策 增加了这个 北京这个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整体的这个劳动市场的劳动供给 所以很容易看到 这个均衡的工资会下降 这个就业量会上升 好 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实际上你可以进一步的来想 比如说当地的工人的就业量 是增加还是下降 除开农民工以外 对吧 这是下降 因为这个增加的这部分 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工的数量的增加 那么当地工人的就业的变化 怎么看呢 实际上就这两个点的差 就这个点和这个点 因为这条线代表的是 当地工人的劳动供给 这个移动代表是农民工流入的数量 所以原来这条线仍然有意义 在新的情况下 它代表当地工人的劳动供给 所以当工资下降的时候 当地工人的劳动供给呢 就减少了 就减少了 所以这个是 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当地工人确实是受到了 不利的影响 如果你要做一个福利分析 这就会有一个福利的损失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 它的福利是怎么变动呢 企业变好了变坏了呢 当地的企业 实际上是变好了 而这地方我们就可以套用那个福利分析 这个地方虽然这条需求曲线 是企业的需求曲线 但是仍然可以把这个面积 就是这个工资和这个需求线 围的这个面积 看成是企业的福利 这其实并不难对吧 因为这是它的编辑产 这是它的工资 这两个一减就是编辑利润 编辑利润再求一个积分 对吧 学过积分吧 到目前为止 应该学过一点 对吧 所以这个面积恰好就是企业利润 对吧 恰好就是企业利润 所以这个面积正好就是我们 刚刚原来的消费者胜利 在这就对应着企业的胜利 所以现在企业的胜利 由这个面积变成了这个面积 对吧 增加这个梯形这一块 增加梯形这一块 所以企业受益对吧 就是北京当地的企业受益 这个北京当地的工人受损 农民工呢 肯定是受益 这个图形上看不出来 图形上看不出来 但是他之所以愿意到城市里边来打工 他肯定是有好处 对吧 人有一个自立的选择 那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更难回答 本地的工人当中 有一些人就下岗了 对吧 由于工资下降 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市场 还有一些工人继续在劳动 他们接受一个更低的工资 是继续在劳动的一些工人的福利下降多呢 还是被迫离开劳动的市场 这些工人的福利下降更多呢 怎么来看 好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 本地的工人有两种情况出现 一个是说他继续在劳动 接受更低的工资 另外一个是说 由于工资下降 他就离开了这个劳动市场 这两类人里边 哪一类人的受的损失更大 有人说不一定 平均来说 比如说 这怎么看 这挺难的 答案是 留下来的人受的损害更大 因为很简单 留下来人损失的就是这一段 工资的下降 走人的损失呢 是一个平均值 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损失 这个人像在这样的这些地方的人 他是无所谓工作不工作 只要工资降一点 他其实就不愿意工作了 所以他受的损失很小 对吧 他实际上这部分离开人受的损失呢 是这个三角形面积 如果你这方做一条直线上去 这个三角形面积的平均 就是这高度的平均 基本上就是这个三角形面积 高度的一半 因为这部分受的总的损害 是这一部分 这个仍然可以 还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跟那个剩余一样 这个地方看成是生产者剩余 就是把这个价格和这个 供给曲线为的面积 看成是一个剩余的概念 这是劳动者剩余 然后它的变动的面积呢 就是这个T形 从这个面积变成这个面积 所以变动的面积是这个T形 这部分面积分成两部分 从这地方做一条竖线切开 左边那部分是 仍然在劳动的人损失的福利 右边这个三角是说 离开那部分损失的福利 所以仍然在劳动的人损失的福利 除以劳动人数这个高度呢 恰好就代表了平均来讲 每一个劳动力损失的福利 恰好就是W1-W2 然后呢 离开这部分损失的福利呢 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除以这个部分的 这个L的这个宽度 这个是很窄的宽度 所以你算出来 等于就二分之一的W1-W2 所以这样你最终的结论就是说 留下来的人受的损失更大 因为他们必须承受这个工资的下降 而不能离开 这跟我们前面讲弹性有点类似 对吧 这些不愿意离开的人 他们必须要承受更大的负担 在这儿也是同样的 对吧 对于那些在这个工资下 根本就无所谓要不要劳动 对吧 他们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机会 他们可能觉得在家里休息也很好 他们的这个 可能他们的父母 或者甚至他们的子女 有比较高的收入 可以供养他们 对吧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不在乎是不是离开这个市场 或者说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 他们才愿意来就业 否则他们宁肯 宁肯在家里待着 所以对于这样一些人来想 他们的损失实际上是小一些 所以这听起来有一点出乎意料 你可能会觉得离开的人损失更大 但实际上这个分析可以告诉你呢 是留下来的人损失更大 因为他们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想一想 都可以想一想 所以这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 里边还是隐含了一些 值得考虑的问题 底下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跟刚才我们的分析是一致的 需求的移动 这个地方 这个 别比较简单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需求的移动 比如说技术进步 但是我们这地方刚才说了 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劳动需求上升 但是这地方我们假定是带来劳动需求的增加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工资是上升 就业量也是增加 这个劳动者肯定受益 刚才的福利分析 对吧 工资上升了 劳动者得到好处 企业呢 这有点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很多的问题里边 对吧 企业还是受益 就是说 这个面积无论如何 还是要比这个面积要小的 因为毕竟这个点比这个点靠右 就是劳动者 企业增加劳动的需求 实际上隐含着它实际上是受益了 所以技术进步带来的就是工资上升 就业量增加 劳动者受益 企业呢 其实也受益 所以技术进步总的来讲还是一个 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 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 所以我们可以把福利分析加进去 在我们教材里边没有考虑福利分析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 用上一集讲过福利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考虑 所以这是刚才讲的 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劳动需求增加 使得企业多雇佣工人变得有利可图 实际上这句话 实际上就已经隐含了企业会受益 当然更严格的来讲 应该从图形上来看一下 最终是工资上升 编辑产值是上升 但这地方实际上我们再微妙的来讲一下 其实这个编辑产值上升 严格来讲是说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编辑产值上升了 技术进步 实际上由于增加劳动供用编辑产值 还略微有所下降 真正的编辑产值上升 应该考虑这个点和这个点对比 同样的劳动力数量下编辑产值上升 但由于劳动供用的增加编辑产值 还从这个应该上升的地方 稍微掉下来一点 但是最终的编辑产值呢 还是上升的 因为工资是增加的 工资最后对应着编辑产值 所以这些问题大家都应该仔细想一想 这都是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它可以变得很复杂 这就经常是通向了考试题的一个方向 就是一个东西你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要把它想透 经济学原理不在于你说 你做了一万道题 或者说你把书上那些简单的什么 quiz都给它做很多遍 就是你真的是要想透 这里边不能忽略任何一个 有可能会引起问题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